哈喽 大家好 你又不小心踏进我的厨房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号称水果界最脏的水果草莓应该如何清洗 其实这个草莓我自己家里面也有种植 但是我发现好多人洗草莓只知道加盐 今天广东亲戚让我多加一样东西 草莓不仅好看好吃 但是我真的好想帮你说句话 我也想可是实力它不允许洗出这么多虫乱和脏东西 草莓在水果中不是最好吃的魁首 反而被称为最脏的水果之一 以后清洗草莓的时候记得多加这样东西 一盒草莓里面有个把个坏掉的不能吃 但是还有一种也不能吃 就是草莓表面腐发发白比较严重的这类草莓也不能吃 其中这颗草莓我都不好意思拉得太近 这颗坏掉的草莓表面上附着了好多的虫乱 草莓呢不单单是表面非常脏 还有一个地方埋藏虫乱是最多的 就是这个草莓底部的根茎叶子 所以平时吃草莓的时候一定要摘去 此时手上触碰到的这一个就是虫子和虫乱 因为画面比较难看 所以说我也没拿得太近 这个呢不是草莓表面的纸 也是刚刚拍视频的过程中不小心发现的 清洗草莓的第一步加入清水 之前看到好多人清洗草莓用的是温水 加温水不仅会加速它变质 而且还会完全破坏它的营养价值 平时呢我们清洗水果正常都是加入一勺左右的盐 但是呢以后记得多加这一样 再加入一勺左右的生粉 这里呢为什么要加生粉呢 虽然说盐是清洗水果最好的催化剂 但是啊这个生粉的吸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加入一勺生粉浸泡15分钟以后 不仅可以吸附它表面的脏东西 而且还能把水果洗得干干净净 再次提醒您呢 这个草莓地一定要提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脏 此时是不是可以看到草莓地上 埋藏了非常多的脏东西 而且呢也可以看到纯卵非常的多 所以啊这个生粉真的是好东西 加入进去浸泡15分钟以后 它表面的这些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得干干净净净 草莓地摘除完以后浸泡15分钟的效果就是这样 草莓的沾东西和纯卵就会乖乖的漂浮在水面上 好多人会说这个是草莓籽 浸泡出来的东西确实有草莓表面的草莓籽 但是呢更多的却是纯卵和沾东西 好了将草莓冲洗干净以后别急 还有一步 加了这个步骤才可以彻底洗干净 清洗完了草莓再往水里面倒入一勺盐 再给草莓顺时针晃动七七四指五下 然后再浸泡10分钟左右 这样草莓才能算是侧侧底底的洗干净 那么你才能翘着二蓝腿安心的喷草莓 好了今天洗草莓就分享到这了 准结了一下腐烂跟发白的草莓一定不能吃 清洗草莓的第一步加入一勺盐再加一勺生粉 浸泡的时间在15分钟左右 最后冲洗干净以后再加入一勺盐浸泡10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关注 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吃出健康 谢谢我们下次见